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最多人一定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今天要拆解 可能从多方面来说 市场情绪,又或者估值 又或者有没有历史的数据 可以支持,或者帮我们摸到 底部是什么时候接近的 未必拿到最美的位置,但起码不会差 沙羊,估值、情绪和统计上是会如何呢? 如果我这么说下去,简单说一句 第四季可以看一个反弹 不过记住 我用一个这样形容的 第四季我会看一个是估值 修复式的反弹 再和大家拆解 你那次只是大头盔 估值修复式 因为基本面上有很多都未必还可以 甚至一些政策上 不明朗因素依然在发酵 但是以估值计,我猜你应该会说 是很便宜的 不如我们从一个历史数据去看 反弹力是否真的会大 即机率有多高 是否因为第二第三季跌得多 就是这样的原因 一般这样说 其实就于一个股市 如果全年计算 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做得好或做得不好 去到尾声 有很多时候会反转 那好像我们可以看看一些数据 就是说 过去十年 如果我们计算一个时间 不如数两季 由第二季第三季 即是有六个月 如果这六个月 都是要跌的说话 挺有趣 原来到第四季 升的机会很大 我们看这个图 发觉过去十年 试过五次 就是第二第三季都是跌的 当中有八成的机会 第四季可以回升 其实是有得解的 也不是完全是风水 统计的问题 先让我猜猜 会不会和第四季的 基金经理部署的仓位有关 即是传统的一个 四季 我不知道呢 追全年的数据 还是类似的那些东西 当然 我们没有一个 有个论文 如何去做一个很科学的探证 这个我会相信 我同意这个说法 因为其实刚才提过 因为很多时候 这个基金经理 他负责管理这个基金 这个市场 哇 全段都做得不好 去到年底都做得不好 就会有一些大件事 对了 那我明年怎么办呢 睡光 所以其实有一个情况就是 如果第四季 一来本身跌了两季 有机会回升 然后 基金经理很大的誘因 在这个时候 会和大家一起搭同一条船 一起做好些 令到整个全年的表现 拉回好些少 即是BBC知不知道 原来在一个市场来说 对于基金经理来说 最喜欢的市场是大升 本身的市场是大跌 这样呢 如果它操一个长仓盘 那它就很容易 所谓跑赢的市场 容易掌握 容易掌握 但是你相信下去就难够 所以我刚才说到 如果在第四季 能够有反弹 大家就会同心 好了 那我就容易掌握 一起做上 一起做上是更容易的 不然你看两季 譬如第二、第三季 我自己做了一些功课 原来我只是看单季跌幅 其实原来有些数据可以 是吗? 即使看一季 之前港股单季卸超过4000点 过去十年原来 只是发生过三次而已 有一年就是2011年 有一年就是2015年 你可以看第三季 一季 只是一季 单季跌四千多点 好像我们刚刚那季 第三季那样 就有三年 原来三次跌完之后 之后那季 都会有报复式反弹 即原来我们不只看 第二、第三季都输 之后第四季的机会大 原来单季跌四千多点 原来之后反弹的空间 当然有人觉得会在这 你说报复 真的喇叭都 是啊 死过那种报复 就是说是弹的 对 不然你做的功夫挺好 我没有特别去做一个 correlation 或者regression 究竟跌多少又会弹多少 这个没有特别去计 始终跟市况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不然你这个统计有多有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参考一下 有没有东西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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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k